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 不管是从政权还是在军事方面,手段都极其狠毒 甚至对于忠于自己的手下也是异常的狠心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朱元璋的故事吧 朱元璋本来是一个贫穷的乞丐 在众人的扶持之下,才帮助他登上了皇位,建立了明朝 但是这些大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不久,政权完全稳固下来以后 朱元璋便想着将这些曾经为他建功为业的大臣们全部解决掉 以免后患,但是又不能直接将这些人杀掉 所以他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就是借助吃饭的名义,先试探这些大臣的想法 再将这些大臣全部灌醉,借机杀掉 在这群大臣之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 刘伯温看到桌子上的饭菜时,立马明白了朱元璋的想法 并且不再碰桌子上的饭菜 在饭局的一开始,朱元璋就拿出了很多的蔬菜水果来招待他们 在大臣们纷纷抱怨的时候 紧接着,朱元璋就将兔肉,狗肉,还有燕窝等菜肴端了上来 大臣们这才喜笑颜开,继续庆祝 而刘伯温却看出了这些菜肴背后的意义 也知道了朱元璋并不是真心想要庆祝请他们吃饭的 只是想要假借饭菜的名义,将这些大臣除掉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来和小兵一起顺说 小兵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